今天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 此次会议是2022年举行 首届中阿峰会后 中阿合作论坛首次召开的 部长级会议 中方宣布 将于2026年 在中国举办第二届中阿峰会 中方愿同阿方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跑出加速度 一是更复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 二是更具规模的投资金融格局 三是更加立体的能源合作格局 四是更为平衡的经贸互惠格局 五是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 首届中阿峰会期间 中方提出的推进中阿务实合作的 八大共同行动 以取得重要早期收获 下阶段 五大合作格局如何构建 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如何跑出加速度 进入今天的特别关注 我们首先来看 今年适逢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20年来 中国同许多阿拉伯国家关系 从伙伴关系发展为战略合作关系 进而跃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实现跨越式发展 守望相助是中阿友好的鲜明特征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双方坚定相互支持 阿拉伯国家一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阿蒙外长理事会连续44次 专门通过涉华友好决议 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复交 支持叙利亚重返阿蒙 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 加强战略自主 实现团结自强 在互信中彼此支持 在互利中合作共赢 中国已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 和阿蒙签署了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实施200多个大型项目 合作成果汇集双方近20亿人民 中国连续多年 稳居阿拉伯国家最大贸易伴国 过去两年 双方贸易额再上新台阶 保持在4000亿美元左右历史高位 是20年前的10倍 中阿文明互建也走在世界前列 阿蒙是全球首个 同中国共同发表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文件的地区组织 中国已同13个阿拉伯国家 合作建设21所孔子学院 和两所孔子课堂 阿联酋 沙特 巴勒斯坦 埃及 突尼斯 吉布提 正式将中文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前面提到中方提出 愿同阿方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 跑出加速度 五大合作格局如何构建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以更复活力的创新驱动格局为例 我们来看中方提出 将同阿方在生命健康 人工智能 绿色低碳 现代农业 空间信息等领域 共建十家联合实验室 愿同阿方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合作 共同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愿同阿方共建空间碎片联合观测中心 北斗应用合作发展中心 加强载人航天 民用客机等合作 我们看在构建更复活力的 创新驱动格局中 提到了中阿双方在北斗应用上的 合作发展 近年来 中阿在卫星领域的合作 生机勃发 多届中阿北斗合作论坛成功举办 中阿北斗合作机制不断夯实 合作取得务实成果 在图尼斯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首个海外中心 中阿北斗中心在当地建立 在科威特 北斗系统辅助建造了300米高的 科威特国家银行总部大楼 在黎巴嫩 北斗高精度技术运用到 贝鲁特港口码头的施工测量 专家认为 以北斗为代表的 中国航天卫星技术 对于帮助阿拉伯国家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发展自身先进技术 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意义 是中阿科技合作 共同进步的典范 那么如何看待五大合作格局 亮点有哪些 对于中阿关系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来看宁夏大学 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 牛新春的分析 五大合作格局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是一个既往开来的合作产业 那么这里边呢 既包括中阿合作的传统领域和优势项目 那么也包括最近几年 新兴的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 那么在传统领域方面 比如经贸 能源和人文交流 那么这些领域本来在过去 二十多年的中阿关系组 就是重点的发展领域 也是中阿关系的基础 那么在新兴的领域 比如创新 新能源的合作 和全球文明债益方面的合作 这些都是最近才兴起来的项目 那么未来几年 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 那么这五大合作领域 它的最主要的链点就是 在每一个合作领域 既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 指导原则 那么也提出了 长远性的目标 同时呢 在每一个合作领域 都提出了具体的 可操作性的 很快就能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创新领域 提出要在中国和阿拉伯之间 建立十个联合实验室 来研究一些创新的技术 那么在投融资领域 提出要设立产与投资合作论坛 来探讨双边之间的金融合作和产业投资 那么在立体能源方面 那么提出来 未来要建立300万千瓦的新能源的 砖机的容量 这是有助于在阿拉伯国家 实现新能源的发展的 那么在贸易领域 提出要设立30亿人民币的发展项目 来帮助中阿双方实现贸易领域的变极化 和扩大贸易链 那么在人文交流的方面 提出要设立全球文明参与 中国阿拉伯准刑 那么五大合作格局 是为中阿合作指明了方向 既能造福于中阿双方的人民 也能为中东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当前中阿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国已同14个阿拉伯国家及阿盟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或战略伙伴关系 阿拉伯世界成为中国战略伙伴关系 高度密集的地区 从丝绸古道商旅络易 到上世纪双方全面建交 再到新世纪中阿开启整体合作时代 跨越山海纵贯古今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不断续写 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今年适逢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 20年来双方战略互信持续深化 我们再来通过时间轴梳理 2004年在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 阿蒙总部中阿合作论坛宣告成立 20年来论坛框架下建立起 部长级会议 高官会 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等 19项合作机制 涵盖政治 经济 文化 科技等领域 成为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重要引擎 2014年习近平主席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 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首次提出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 和命运共同体 阿拉伯国家积极响应 2018年在中阿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阿建立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 勾勒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的 具体路径 2020年在中阿合作论坛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 双方一致决定把推动构建 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写入《安曼宣言》 中阿双方就构建命运共同体 达成积极共识 2022年12月举办的首届 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全面规划中阿关系发展蓝图 一致同意全力构建 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作为4十万里面向新时代的